大家好,欢迎来到惠行天下 最近,重大疫情突然出现在边境小城黑龙江的隋风河市 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座边境城市 隋风河市,由于隋风河从市区流过而得名 是黑龙江牡丹江市下辖的一座县级市 辖区面积460平方公里,总人口7万 隋风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 距离牡丹江市120公里 距离省会哈尔滨市380公里 这里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相邻 距离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海生晚约160公里 这里就是隋风河市区 中俄两国的边境线从隋风河市的东部经过 国境线以东就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隋风河市下辖两个镇 分别是隋风河镇和富宁镇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隋风河变成了边界地区 1926年,隋风河正式设施 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研边开放城市 2013年,隋风河市正式被国务院批复为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城市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允许一种外币 在中国某个特定的领域行驶与主权货币同等的功能 隋风河是东北铁路主干线滨隋县和国家二级公路301国道 隋满高速的起点 有一条铁路,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 我们来看一下,隋风河的城市规模并不大 在城市的中偏北区域,这个地方是它的火车站 这个就是火车站的站房 这边是一个货运的厂站 火车站北部的这条街叫做乌苏里大街 从这里一直往东延伸 一直延伸到中俄边境 就是这个地方 在火车站移动约2.4公里的地方 还是在乌苏里大街的边上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国际客运站 隋风河市政府位于市区的北部 在地图中部的这两个地方 分别是隋风河博物馆和隋风河游乐园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东部的中俄两国边境的隋风河口岸 这就是隋风河口岸 北部的这条大道就是友谊大道 南部的这个建筑是国门旅游区 北部这个地方叫做护茂区俄罗斯商城 这里是中俄旅游文化市场 边上还有俄罗斯免税精品店 在友谊大道以北 这里是隋风河世贸假日酒店 这就是整个的隋风河口岸 这就是位于黑龙江的中俄两国的边境小城隋风河市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